各位中广的听友大家午安 欢迎到气象答案时间 我是主持人彭启明 我们台湾呢 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电影事业呢 非常的蓬勃 当然这个电影呢 也需要这个看很多天气 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谈天气 然后谈谈这部 在台湾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部影片 这部新的影片呢 即将上映 它叫做心灵时钟 我们今天来连线的呢 是心灵时钟的导演 蔡银娟 蔡小姐 银娟你好 董博士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尹娟你其实我们认识 是在网路上认识 对不对 你那时候拍第一部片是 后鸟来的季节 对没错 我记得 我问你 我先问一下气象 你拍片是不是真的很需要天气 哇真的 其实我平常出门 我都不太在意 我都不太看气象预报 我就是那天早上出门前 然后到外面感受一下 那个温度 然后看一下天气阴阴的下雨 我才决定要 就是气象是什么 可是拍片就不一样 就是我拍片我巴不得 我两个月的拍片期 就可以知道 那个 现在就知道两个月之后的气象 这样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紧张 对 然后那时候也常常麻烦彭博士 真的帮很多忙 我觉得好感恩这样 你们一般那个像电影 例如说 心灵时钟这部片 我们待会给大家讲里面的 这个大概内容 我看到你们是海边拍 然后呢还有很多是在这个细水 然后还在船上 这个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 真的很可怕 我那时候每天看气象预报 都是好像在插泪蛋这样 对因为只要天气下雨 或什么 我们就得要改期 因为我们很多戏啊 是不能够下雨的 譬如说下雨我们就不出海 然后下雨我们也不能拍 海边细水的戏 或是游泳的戏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紧张 然后也甚至因为 譬如说气象的关系 或是下雨或是台风 我们就改通告 甚至于改戏 然后把户外戏改成室内戏的都有 那很紧急哦 所以因为我看你只是在海边 所以等于是这个落差反差 你要调度人好 不然的话就是完全浪费了一天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 因为以我们拒责归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浪费 所以我还记得 因为我们在台中大概 我们在高雄拍了 大概50%的戏 然后在台南拍了30% 然后台中20% 可是每次遇到台风 整个颁表就大乱 然后我还记得 最后拍完台南的戏 要转景到台中的时候 那时候有台风来 然后已经在下雨了 我就在车上 就是一边转景到台中 一边就在改剧本 很痛苦 然后对 然后制片组也鸡飞狗跳 要在那边临时去找场景 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就天气影响太大了 OK好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平常我们一个大导演 平常就要看天气 大家更要看天气 好 银娟导演 其实这部片 你刚完成这部片 心灵时钟 我老实说 我那天试音会的时候 特别音乐导演 特别网上请我去看 我一开始老实说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但是我偷偷跟你说 你有几部 那个很感人的哭泣 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哇 那就太好了 我被你感动到 我被你的那个几个桥段 我突然被感动到 原先我就觉得 一开始这个片 就是小朋友 或是做什么 可是后来发现说 你在阐述一些事情 然后后来我慢慢越开越知道说 原来 因为后来银娟导演 有跟我们大家讲一个 你就是谈自杀这件事情 而且还要谈 自杀遗族 我一开始觉得说 这什么名字啊 原来是自杀 遗留下来的小朋友 或家人 叫自杀遗族 原来我都不知道这个 因为你后来 特别解释这部片 我才觉得真的很感动 你什么样机缘 因为在台湾 我觉得我 国外的这种自杀片 或是讲人的心灵 那种很深的层次的 我们有时候会看得到 有很多国外营长 我们有类似的 类似的这个片 但是我从来没有人看过 华语演这样的片 对 是因为我在进入这一行以前 大概是八九年前吧 就是我有一次无意间 就是看到一本日本自杀遗族 所写的文集 合集 那是一群就是自杀者的家属 他们在经过多年的痛苦 挣扎之后 有的比较敢 勇于讲出自己的心声 有的还是匿名 我记得我那时候 看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一边看一边哭 然后有很大感触 就觉得说 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原来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活在这么 完全不一样 又很挣扎 很痛苦的世界里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有人可以 把他们拍出来 让我们更多人知道 不知道多好 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这一行 那反而是后来 我在筹拍我的心灵三部曲的第二部 就是心灵始终的时候 因为是想要写一个 失青鹅的故事 然后在规划 那个爸爸的去世的原因时 我就忽然想到了 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把这个议题放进来 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 就是像 因为在台湾 真的就有 跟日本一样 就是有 有这样一群自杀遗族 他们是活在那种 就是很艰难的处境里 他们的心灵创伤 跟社会给他们的一些隔绝 孤立 或甚至于歧视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就想透过这部电影 然后能够让更多人 看见他们的处境 去了解他们 然后去减少 就是减少冷漠 然后减少孤立 甚至于减少歧视跟嘲笑 希望能够 也帮助更多的遗族 可以慢慢走出这种黑暗的幽谷 然后愿意就是 比较走出来这样子 我后来那个 我跟着我同事去看 然后其实我们看完电影 走出来之后 在车上 我们没有讲什么话 但是我突然讲了一句话 我同事跟我分享说 因为你在戏里面 有一个场景 有一个桥段 就是说 那个爸爸 爸爸往生了 就自杀了 然后结果 他的姐姐 对于这个 他的太太 就是他的妈妈 等于是这个 往生者的这个太太 很不谅解 说你为什么关他那么久 他都会自杀 这都是你的错 这个 就是等于是你们家的事 都是你的问题 然后已经没有联络了 结果我的同事就跟我说 他什么时候 这个去年 什么什么 也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场景 所以这其实 这个 我觉得你的电影当中 这是第一个 我看到你点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些的 自杀的遗族 对自杀的人 可能大家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那个我看到你那个小朋友 特别形容到说 人家说这个 自杀的会下地狱 对 所以这个 让这个小朋友 心里面 突然受到这个 很大的一个撞击 所以他其实要 很快平复 所以不管是往生者 或是自杀的遗族 其实 我觉得你突然让我们 大开眼界 因为以前我们 看这些自杀的人 都是觉得很不幸 而且这个议题 都不能够谈的 对 你谈这些议题 其实 这要很有勇气 当你做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在想说 我后面最后看到说 哇 你这个有一些政府的 特别的补助 一些支持 这个人家 这个 当人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人家有没有吓一跳 真的是这样 就是因为其实 除了自杀者遗族 这些遗族 其实他们比一般的 自杀率高很多 就是因为他们的处境 太艰困了 他们通常会被 很多人指责 包含他们村子里 或小镇里的人 然后也有时候 家人之间会互相指责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也会很自责 那 就是所以 他们的自杀率 其实比一般高很多 是很需要关怀的 一个族群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在 写剧本 在做填调的过程中 其实我有 去访问了一些 自杀师 是专门在服务 服务自杀遗族的 自杀师 那这些公益团体 他们就有跟我说 连他们募款都很困难 就是因为他们服务的是 自杀遗族 就是这个族群 就是跟自杀有关的 这样的一个族群 其实不管是对 企业界募款 或是对一般民众募款 就是大家意愿都蛮低的 而且有时候是一个禁忌 就是大家不太喜欢碰触 所以他们非常的艰困 然后像我自己 筹拍电影的过程 我也发现还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的上一部电影 去找一些企业的合作 或者是小儿的赞助 虽然很困难 但是都还能够达成 可是像我这一部 就非常的艰困 就比较少能够找到 企业的协助 所以我们大部分 就是除了自己筹资之外 我们也会找一些 政府的补助这样 对就是我发现 这个部分真的是 目前我们台湾 在这个部分 的确是需要 更多的了解跟关心 我后来还听说 就是不知道是嘉义 还是彰化 我有点忘记了 那边有个邪俗 就是说如果家族中 有人自杀 这个家庭 有人自杀的话 那乡里 那个镇的人会觉得 你们这个家庭 对不起我们这个村子 就因为觉得不吉祥 或怎么样 吓到我们大家 所以遗族必须要去买 那个肉粽 还是烧肉粽之类的东西 去请乡里的每个家庭 去赔罪 所以等于是我们 其实身边 要是有一些人 遇到这个事 其实大概都是 隐晦不谈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需要大家 去关心和了解的议题 所以 虽然这个议题真的是 很沉重 然后而且真的是 很多人会忌讳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真的就是 会想要克服万难 把它排出来 是因为我觉得 这群人 他们真的很需要 我们的了解跟关心 因为他们就是活在一个 还非常非常艰困的 一个环境里 那很多人可能要 五年十年 或是二十年 才能够稍微走出来 是非常辛苦的一群人 嗯哼哼 所以这个 银娟导演刚才讲的 这个部 心灵 这个时钟 其实 我看到很感动 因为其实 后来那个 我记得看完电影之后 银娟导演留下来 跟大家去做讨论 结果有一位 妈妈 她就是说 她刚刚送走她的先生 她先生是 往生 然后她 当场就哭起来 因为她 我觉得她被你 这个部电影里面感动到了 所以她 让我心里面 其实我有几幕 我真的也被触动到了 我觉得 其实如果我们看电影来说的话 那种动作片 或特效片 或是其他片 都还蛮简单的 但是这个 你要 要到 碰触到内心 我有几部片 是看到 被你的整个编排吓到的 第一个是 小朋友的哭 小朋友在 我觉得你们这次 找你的小朋友 她演技非常好 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对 他们真的是 很优秀又很敬业的孩子 很优秀又很敬业的孩子 她不像是一般的小朋友 她是 其实 她有一个感情在里面 对不对 对 他们其实为这部片子 其实事前已经进行了 两三个月的 密集的演员训练 然后有一个多月的排戏 然后在拍片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 很进入这个角色的状态 在那一两个月 他们其实 都维持在那个情绪里 然后所以像姐姐 她拍戏期间 她一直掉头发 就每天早上起来 都发现她枕头上掉了很多头发 到杀青之后就不要而遇 这样 压力很大 然后弟弟的话 他就是 他在杀青之后 跟他妈妈说 妈妈 我们接下来 暂时都先不要接 这么沉重的事 对 不过 虽然这个题材很沉重 但是她的结尾是很疗愈的 就是她会 所以因为之前 会有一些观众朋友 会担心说 是不是看了就很悲伤 走不出来 那其实并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希望 能够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跟关心 然后也协助很多 悲伤的人能够 慢慢的走出 这个心灵的幽谷 所以我们电影的结尾 其实是呈现这一家人 如何慢慢的走出 忧伤的幽谷 然后愿意重新 启动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 大家不用担心 不要把她想说 看完之后会更想自杀 反而我觉得心里面 有一些这个念 我觉得 其实我有看过一个统计 很多人几乎 很高比例的人 心里面都想要自杀 就是会逃避 逃避 其实就是想逃避 每个人都会想逃避 例如说 我要是明天有考试 那我希望明天就来个大地震 对耶我也是 每次要考试时 我就希望那个淹水 洪水 然后或是学校火灾 台风明天来 台风明天来 台风架最好 对对对 都会有这种心情 对对 那我这部片子 其实虽然是关心自杀遗嘱 可是我后来有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我在很多地方 不管是跟成人分享 或是跟学生分享时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 就是 其实不管亲人是因为自杀 或者是车祸 或是疾病 就是只要是亲人 我们的至爱 或是我们的亲人去世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心灵的 不管是创伤或是阴影 或是那种很深的遗憾 其实这个遗憾是很需要被我们看见的 那有的人甚至于会有一些 内疚 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在亲人去世之前 不要跟他讨价就好了 或是觉得说 如果我那天没有让 我去世的这个亲人 去出去帮我做什么事情 也许他就不会发生那个意外 就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内疚 或是遗憾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课题 就是关于我们跟至亲的告别 对 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关怀自杀者遗嘱的电影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议题 尤其是跟我们的至亲亲人在去世的时候 如何跟他告别 然后如何让我们减少我们的遗憾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印象里面还有很深刻的是 戏里面的有男女男主角跟女主角 你的男主角是那个小朋友还是爸爸 其实呢 戏份最多是小朋友 对戏份最多是那个小弟弟 然后可是这个爸爸 就是李李仁饰演的爸爸 他的戏份虽然没有像小孩那么多 可是非常的关键 在一开始我邀请李仁演出时 我就让他看剧本 那他也知道他戏份不是那么多 可是我又跟他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爸爸是整部片子里的灵魂人物 他演的不好 我觉得整个片子就垮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锁定想邀请他来演出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 因为他的个性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 绝对不会去想走上绝路的人 所以他今天去选去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跟他个性很不一样 唯一相同的就是都很疼爱小孩 但是李仁是一个他跟我说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遇到生命的难关 然后最后怎么就是会走上绝路 对但是他还是很努力饰演这个角色 而且我觉得饰演的很穿深 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对好那其实另外一个李仁 我觉得看到李仁最后一部一个场景 是最后一个他应该要自杀前 你演他自杀前 他坐在那边哭 我觉得我很压抑 他那个让我很压抑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哭 他已经是几乎是抽续要决定要去死亡的边缘的 那样的一个让我震撼住的那种哭法 这个是我当时就很想问你说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哭 还是说你们有看过这样的方式 之前他就知道要拍这场戏 我们之前在读本跟这个演员训练和在沟通的时候 我就有提到这场戏 对那他也知道 那他也知道那个情境就是他 他就是为了家人 然后他自己钻牛角尖 他会觉得这样子 他自认为就这个角色 这个爸爸自认为这样是对家人最好的方式 虽然我们不见得认同 这是当时的这个钻牛角尖的爸爸他所想到的方式 所以李仁他在那个时候 他饰演这个角色时 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就是一个爱孩子的爸爸 然后个性很温和 然后也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中年失业 然后他原来开的店又被发拍 然后找不到工作 家里负债很大 都是因为他 所以我觉得在种种的感情这样的激荡之下 当他决定要离开家人时 我觉得他是很不舍的 那李仁在饰演那场戏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感动 就是我其实只有跟他稍微聊一下 就跟他自己去演出 那他自己其实情绪培养得很好 那那场戏我刚好拍了两次 因为我有一些要求 我希望镜头上来的时候他就在哭了 对 然后就是因为他一个镜头是 镜头攀上来时他没在哭 后来才哭 那一个是上来时就在哭 那他其实两颗镜头都演得很好 那在拍第二次的时候 因为这个很好他的能量 很好他的体力 所以第二次在哭时 我有在陪他 在协助他再重新回温一次 这个角色当时的情感 然后也有把这个 就是这个人的医生讲给他听 对 然后就是让他整个去回顾 这一个人一生的挣扎 跟他在面临生命的终点时的 许多的不舍 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 他真的哭完之后 真的就是好像虚脱一样 对 所以我们特写其实只有拍两次 但是我觉得那两次都让我觉得很感动 对 他最后哭的那个 我好感动哦 就觉得说 我们以前觉得李里人就是一个帅哥而已 对 但是没想到这个 他几乎是用他的这个内心的戏完全发挥出来了 对 因为我觉得啊 其实我觉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爱小孩的爸爸 他在他小孩年纪小的时候 他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不接什么戏剧 就是专心陪小孩 因为一演戏就会离家好几个月 会没有时间陪小孩 所以我觉得像他那么爱孩子的爸爸 当他今天在那个场 在那个情境之下 去想到他从此再也不能看到小孩 而且他知道小孩会想念他 我觉得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一定会累蹦这样子 因为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疼爱小孩的爸爸 对 所以 不过在演技方面 因为我以前就看过他演了不少戏 像回家啊 或什么的 对 所以我本来就知道他演技很好 对那我觉得看到这个部分 他演那场戏其实不只是特写 他后来还有拍那个远景 就是中景 所以他等于拍了好几次 就每次都真情流露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好 那另外一个戏里面的女主角 范文芳 对 我们以前 对他就唱歌的 我印象是唱歌 然后他 演了几部在新加坡的电影里面呢 演那个 流氓 真的 我还没看过那一部 我看过他就觉得他演一个接了一个流氓的一个大姐这样 打打杀杀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新加坡这个演员很特别 然后我觉得你厉害是说在你的戏里面他完全没化妆 对他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 就是我在跟他一开始还没有确定他有没有要接演之前呢 我跟他有先当面聊一下 那我就有提到说在这个故事里 妈妈他去上班在工作场所的时候是化妆的 淡妆这样子 但是呢这个妈妈下班回来当然也是淡妆 可是当他睡觉前 他洗好澡 躺在床上跟他妹妹聊天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是已经卸完妆 应该是素颜的 所以我有跟他沟通说某些戏我是希望他素颜 那他也就是当场就说没有问题 对就是他觉得为了这个戏剧的情境 本来那时候应该是素颜谁就是素颜 要化妆谁就化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真的很敬业 就是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他在这个部分是他其实完全是以戏为主 对他最后一幕我有被感动到一个一幕 就是说当他们妈妈要走出去 然后带着小朋友去修那个 金蝎银的时候 然后他的女儿跟他说再见 那一幕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我很佩服导演 你可以把他弄到说 诶我们都被感动到 然后他自然而然就整个就倾泻而出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我也会觉得这真的是很多遗族 非常难走出来的一步 对就是我那时候看很多遗族的分享 然后包含自商是也有分享 就是要他们跨出对那个女儿来讲 要跨出这一步很难 那我觉得对这个妈妈而言 因为他也知道女儿对他的愤怒跟不谅解 所以我觉得当他获得女儿的原谅跟和解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妈妈 我一定应该会泪崩吧这样 对但是我在拍那场戏时 我有跟那个文芳沟通 就是我希望他真正泪崩的戏只有一场 就是他跟他的妹妹在讲自己的内疚 跟自己的心事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泪崩 其他的时候我反而希望他节制 节制他的那个情绪 所以在女儿跟他和解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个演法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就是压抑自己的情绪 然后因为赶着要带着他的儿子 去去赶那个火车 对然后在匆匆忙 过程中才忍不住 就是删来累下 我觉得他演的真的非常好 我自己都好喜欢好感动 所以这个一部片真的是 弄到这样很不简单 导演其实你其实这部片 你花了多少时间 因为我看你是又编剧又当导演 这个一般是两种不一样的人 对不对 你花了多少时间来筹备这部心灵失踪 其实也是到现在应该算是第四年 我大概每一部大概都要四年的时间 对因为从一开始 从规划就是从这个写剧本做庭业调查 然后开始就是一边在修改剧本 然后一边就是找资金 然后找企业合作 或是找政府补助 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因为像我拍的题材 可能都会比较挑战性比较大 所以那个筹备期特别的长 那而且也因为剧本都会修改过 非常多的版本 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压榨其他编剧 对像后鸟来的季节 那个剧本就改了一百多版 然后心灵失踪也是改了几十版 就是因为我会希望就是能够经过一些不同的编剧 或是作家或是导演 看过这个本子之后给我的一些意见 然后我觉得很有帮助的 我就根据这个意见修改 对所以其实那个筹备期很长 然后在写剧本的过程中 因为我会考虑到可拍性 所以那时候我放进天文中 就是金献仪这个象征的时候 我也在考虑说到底借得到 或租得到租不到 然后很痛苦 因为过程中甚至于在拍摄 筹备期的时候开拍前 我们的制片组去很多博物馆 租借都租借不到 然后最后才找到了一个那个专家 就是在高雄爱河边的专家 就是租借我们一个金献仪 对所以就是中间有非常多的挑战 所以你上一部是后鸟来的季节 我听说你三部曲 这个是第二部曲 下一部是什么 也是一样是以家人和亲情 为主要核心的题材 因为这是我心灵三部曲的核心 但是我里面会触及一些不同的议题 像后鸟来的季节 就是手足兄弟之情 那心灵始终是亲子之情 那我在那个下一部电影 可能也还是以家庭和亲人 为主要的核心 但是我可能会放进 比较一些像是 重度瘫痪者 像那个就是瘫痪者 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或是跨性别朋友的题材 那目前也还在做 田野调查跟做功课当中 对那基本上 我会期待我的每一部片子 除了亲情的主题之外 我都希望能够在背景上 会有一些直线 淡淡的直线 去触及台湾的议题 比如说像后鸟来的季节 有地层下线跟那个沉箱差距 那心灵始终会有一条附线 就是在讲那个校园霸凌 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自然景观上 每一部都能够有一个小小的淡淡的色彩 像是后鸟来的季节 就有一个台湾的湿地 后鸟的色彩 那心灵始终就是台湾的海洋 不管是海洋产业 或是海洋的这个自然景观 那我下一部片也会希望能够有台湾这样的一个特色 我偷偷问你那个 你那个影片那个海边那个景是在什么地方 真的还蛮漂亮的 对 我们的主场景就是这一家人他们住的房子呢 是在高雄的柴山那边拍摄 那我在筹备期其实就有跟制片组就是沟通说 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帮我找到可以看到海的房子 因为我觉得这部片我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海洋的意象 虽然它不是主轴 可是我希望说因为我设定这一家人都很爱海 然后爸爸呢又是一个传艺品店的老板 那他就是将来的梦想是开一个传艺品博物馆 然后又喜欢带一家人去海边玩水 所以我希望就是整个主场景就设在海边 能看到海景 所以一开始本来制片组帮我找到很棒的那种老房子 是在中游老宿舍 有点像眷村这样 然后有树啊有平房啊什么很美 可是因为没有海 所以我又请他们继续找 那最后才找到像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里面 譬如说我们去拍的什么德阳建博物馆 然后或者是游艇 这些戏都是我在故事里面 特别去铺成的一个淡淡的背景 希望能够呈现比较多我们台湾 关于海洋跟船舶这样的意象 我有一个场景里面 是他们跑到那个有一个爷爷家 就是秀金献宇那个 他的那个饭店出来之后 他家出来之后 你有一幕很像是台中的雾霾 真的吗 是不是就灰灰的 在台中整个灰灰 那是在台中拍的吗 在台中对 因为呢我就是故事里面 这一家人是到台中去找这个天文中的专家 那就是在拍摄的那天 其实因为在台中拍的时候 因为有台风来了嘛 那时候就常常在下雨 大部分就是毛毛雨 或是有时候雨比较大 然后偶尔放行一下 放行两个小时又下雨 其实还蛮痛苦的 那拍到那场戏的时候 因为要拍空镜 其实那时候天气 台中天气都不好 那我们好不容易抢到 没有下雨的时候 就拍那个空镜 然后就灰蒙蒙的一片 所以是我们那时候 所找到的所有的空镜 比较适合的那样的一颗 对就是 果然就是你是学气象 就特别有注意到 那个它的特色 那几天台中的天气 整个天空的状况 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 这个非常不错 我觉得看着 我在想说 我那个场景 我在想说你要表达 台中的雾霾 从半天出来 我一直在想这个场景 想了一下 愣了一下 对就是因为 其实因为孩子在哭 那我觉得那个 我们就特别选了一个 因为我们拍了 很多天空的空镜 那我那时候 就挑了其中这个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对适合那样的情境 就是也配合孩子的心情 好 这个事实上 也特别推荐大家 这部片 什么时候会开始上映 好 它在这个月的18号 11月18号 会在全台湾 全台湾上映 那我们上映的周期 可能只有一两周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 尽量在18号的那几天 就尽量进去 市院看我们这部 就是疗愈人心的电影 你为什么只有一两周 因为其实12月初 就有很多 好莱坞大片要上映 就被抵押了 对不对 因为台湾观众 目前还是看美国片 看好莱坞片的观众 比较多 大概九成以上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电影 就是遇到这种 好莱坞大片的时候 基本上上映的空间 就会比较小 然后上映的听数 跟时间都会 就是会小很多 所以通常在 我们都会尽量在宣传 就是我们上映日期 11月18号 然后都会鼓励大家 尽量在那几天 那一两周 就去西院看电影 然后一方面就是 因为这我觉得 对于台湾的电影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而且让更多人 看见我们家乡的故事 而不是像我 像我自己大学时代 我就懂很多美国的历史人物 还有美国的 他们的文化 还有美国现在的社会议题 但是对台湾自己的事情 都不太了解 甚至于 我有几次去校园演讲 分享是 问他们 他们就说 没听过太阳的孩子 像这么好看电影 台湾电影 他们没看过 他们跟我说 他们知道太阳的后裔 这样 对 所以我常常就会鼓励大家 就是把握机会 然后进戏院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 11月18号的时候 那几天就进戏院 看心灵时钟 11月18号 可能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看 所以大家绝对不要等 不要等 不要等于是说 用大家的这个 有点机会来支持 我们的国片 我问导演 其实你一般像拍片 你要花四年时间 你来导演部片 这个会不会真的很辛苦 我认识 听过太多这种 做导演艺术工作的 都很辛苦 对 其实我觉得 台湾有很多其他的导演 我觉得他们都好可爱 就是我刚刚讲说 譬如说郑友杰导演 拍太阳的孩子 然后像齐柏林导演 他拍那个 看见台湾 就是有很多导演 他们拍了很多 不管是剧情片 或是纪录片 都是在呈现 我们家乡的故事 呈现我们整个 台湾的美景 所以其实他们 在拍这些片子 做宣传时 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常常都会 在分享的过程中 就是鼓励大家说 如果你喜欢看鬼片 那就每年选一部 台湾的鬼片去看 那如果喜欢看爱情片 就每年看台湾 选个两三部 台湾的爱情片去看 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这几年 真的台湾电影 就是在海角泄号之后 慢慢被台湾观众知道说 其实台湾电影 有很多都很好看的 不管是什么主题 或是类型 因为我觉得 只要我们看 台湾电影的观众 如果有加倍 或是我们平常 台湾观众 看台湾电影的这个 次数频率 可以加倍的话 我觉得我们 其实将来也可以 像韩国一样 就是我们的产业 会一直进步 然后将来可以 像韩国一样 我们的商业片 可以到其他的国家 我们的艺术片 可以在国际影展上 很有斩获 而不是永远 我们都只是在看 韩国的时速列车 或是美国电影 这样子 其实去看你 玩你的片之后 我觉得 因为我也看过 时速列车 不过是我朋友 给我看的 那我觉得 深度上 我觉得 我们应该来 好好来看看你的片 我也特别 也建议大家 有机会的话 这个走入戏院 然后来支持国片 那同时呢 也要关心这个 重要的议题 自杀 如果你要有这个念头的话 多看完这部片 你可以知道 你带来的家庭的压力 冲击有多大 那如果说 我们家里面 有遗憾的 这事情发生的话 你也可以 看看他们的接近 也可以找到出路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 你那个 银娟很细微的 去把它描述出来 我觉得 我原来 老实说 我一开始觉得 我把这部片 跟你上一部 那个后来的季节 连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 我没想到 你一下子 拉到这么有深度的片 而且这里面的 导演的演员 都被你训练的 也不是训练你 被你激发出来的 这个演员的本性 完全流入 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片 谢谢 他们真的就是很努力 然后我也觉得说 这部片是其实很 很适合 跟自己的好朋友 或是跟家人 一起去看 因为我觉得 这部片看完之后 常常会有许多的感动 会想要跟 就是跟家人 或是跟朋友 其实是一个 很适合聊天的话题 可以很容易 拉近那个距离 那我觉得 其实它也不只是 适合给 也许有过 类似伤痛的朋友 就是不一定是 自杀遗嘱 或这样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 就是曾经经历过 生离死别 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朋友 都很适合 那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很幸运 还没有经历过 这样子那么深的遗憾 但是如果我们去西院看 我们就会比较了解 我们周遭的好朋友 当他遇到这样的一个 深刻的打击的时候 他的心情 然后我们可以 怎么陪伴他们 我觉得都是一个 非常适合的 那样子的一个点 好了 对 这样非常谢谢 银娟给我们 带来这部片 也希望大家 11月18号 可以走入西院 然后来看这部 心灵失踪 谢谢银娟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